大家好,这里是星光大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都说女明星想嫁入豪门,娱乐圈毕竟是一碗青春饭,最终还是要有个家的 女明星有美貌,富豪有财富,这就是所谓的郎才女貌 毕竟嫁入豪门后,女明星再也不用为生计而考虑,而且能够活得漂漂亮亮 然而,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圈里有多少女星因为一时的情绪嫁入豪门,最后的结果却是闪婚闪离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年嫁给钱的女明星们 1.陈美琪 陈美琪出生于1958年,她因参演《新白娘子传奇》里的小青一角而走红 1985年,陈美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老公,富商马清伟 马清伟一眼就被这个清纯可人的美女所吸引 随后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当然,最终也如愿抱得美人归 不过,即使已经结婚,马清伟在婚后也是不断沾花惹草 再加上陈美琪嫁入马家六年都没有产下义子 夫家也是对此很不满 陈美琪只好对丈夫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就在陈美琪好不容易怀孕的时候 马清伟却被媒体爆料 与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关芝林不清不楚 陈美琪一度大受打击 最后只落了一个终身不孕的结局 幸运的是,陈美琪在后半生遇到了那个对她很好的再婚丈夫 伤人心上涌 虽然陈美琪不能生养,但是丈夫身边有前妻留下来的孩子 陈美琪婚后也把孩子当成亲生的对待 一家人的关系很是和谐 后来他们夫妇更是收养了一名孤儿 总的来说,陈美琪也是苦尽甘来了吧 1973年,叶运怡生活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因为13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 叶运怡被星探看上 随后便开始了她的演绎之路 因为是小小年纪进入的娱乐圈 叶运怡被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富商陈伯浩开始进入她的世界 每天带着她去玩,把她当成一个小孩子 叶运怡被其吸引,答应了对方的追求 虽然经常演武功时,让导演对她不满 可是叶运怡觉得,有陈伯浩这个男友就好了 其他并不重要 她无心工作,开始频频放剧组鸽子 随后便嫁给了自己想要的爱情 并慢慢淡出娱乐圈 她以为她获得了幸福 加入豪门后的生活也会一帆风顺 可是丈夫却在婚后立马暴露本性 开始流连花丛 看清丈夫面孔的叶运怡 在2000年起诉离婚 争夺了两个子女的抚养权 法院判处陈伯浩要支付给叶运怡 800万港元的赔偿费 以及每个月要给孩子相应的抚养费 然而,这个渣男却投资失败宣告破产 甚至找来无良八卦杂志 爆料叶运怡的隐私之事 将过错全部推给女方 叶运怡意识之间名声大落 导演也不敢再次启用她 于是,为了孩子的生活费 她只能隐姓埋名去做了寿楼小姐 面对生活的重压 以及身边人的嘲笑 叶运怡一度迷失生活的希望 身材也开始发福 完全没有了当年青春育女的形象 不过,好在如今49岁的叶运怡 儿女双全,生活也算幸福 3.小S 2005年,小S徐希蒂与徐亚军结婚 徐亚军是金融股票炒作起家的富豪 此后两年,小S接连生下大女儿和二女儿 2012年,小S生下三女儿 可就在这时,徐亚军被曝 与一群友人现身一家夜店 记者看到四名穿着性感的辣妹 进入她所处的半开放式包厢 其中两名辣妹坐在她左右 看起来像是左拥右抱 2013年,徐亚军涉嫌在基因国际 公告营收下滑前 出托持股,规避损失上亿元 因此,她被限制出境 2014年,徐亚军因涉嫌 胖达人炒股案 现身台北法院接受庭讯 徐亚军可谓是乱世缠身 之前她投资的胖达人面包店 也被爆出使用人工香精 乳化剂,冒充天然酵母高档火 小S还是代言人 事情迅速发酵 引起广大民众愤怒 最后,小S出面向大众道歉 其实,外界不仅频频传出 徐亚军逛夜店的消息 小S的脸上也时常有淤青 网友纷纷关心 小S是不是受苦了 对此,小S表示 自己只是摔跤了 并没有受到欺负 她还帮丈夫解释 夜会美女是她认识的朋友 很多人都不理解 小S为什么要这么维护徐亚军 并且一直不愿意离婚 四,西梦瑶 近期,西梦瑶在社交平台上 展示高难度瑜伽动作 刚生完二胎不久的她 身材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 网友评论 这恢复速度 马上可以安排三胎了 之前两人上综艺的时候 西梦瑶就被家里催生二胎 2019年5月 何游君在上海一个商场 向女友西梦瑶求婚成功 还被网友嘲笑图 7月 西梦瑶在社交平台晒出 与何游君的结婚证件照 10月 何游君便宣布了 西梦瑶生子的喜讯 儿子取名何广深 西梦瑶生下长孙 次胎梁安琪也是开心的不得了 后来 西梦瑶又诞下二胎女儿 何游君这个名字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澳门赌王何鸿燊 何四泰梁安琪的儿子 不仅学历高 还是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 澳门电子竞技总会会长 他真正是一个富二代 赌王的有钱程度 不用过多介绍 其控制资产最高达5000亿 个人财富达700亿 不仅家产丰厚 家族势力也是很复杂 四房太太 17个子女 赌王去世后 分割家产 每个人都纷纷竖着耳朵 边听边在心里打小算盘 西梦瑶生一胎就不容易 她说自己常常被孕吐折磨 但还是生了二胎 她想要在这样的家庭里站稳脚跟 估计三胎也不远了 殷婆婆说过 最少也要生三个 最好生六个 网友表示 豪门不易进 且生且努力 五 李嘉欣 大美女李嘉欣 是曾经的香港小姐冠军 她成为港姐后 和周惠敏老公倪震交往过 后来因为家长的反对分手 倪震娶了周惠敏 还劈腿过 李嘉欣 与各路富豪的绯闻不断 其中著名的是刘鸾雄 刘鸾雄已经有妻子 女朋友也很多 她豪至千金 只为博得家人一笑 赠予李嘉欣八百万豪宅 名贵珠宝 衣服包包 更是无数 李嘉欣一度想嫁给她 甚至打电话给她老婆 但无奈 刘鸾雄并不想娶她进门 最后 李嘉欣退出 转战另一个已婚富豪许靖亨 许靖亨后来便与妻子 赌王女儿何超琼离婚 虽然许家不愿儿子迎娶女明星 但未能阻拦成功 2008年 李嘉欣战斗成功 如愿嫁给许靖亨 生了儿子 成为人生赢家 六 梁洛诗 梁洛诗在19岁 认识了46岁的李泽楷 李泽楷比她大27岁 她无惧年龄差距 为了能嫁入香港顶级豪门 她在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选择西影 一心为李泽楷生孩子 过了两年 生下大儿子 让人以为 李泽楷可能会娶她进门了 结果没有如愿 梁洛诗在接在立 非常贫 一年后 又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 为李嘉生下三个男孙 成绩斐然 这下该结婚了吧 遗憾的是 李泽楷仍然没有娶她 然后又过了一年 2011年 没想到李泽楷和她分手了 梁洛诗四年生了三个孩子 最后得了五亿分手费 算是李泽楷对她的补偿 7. 吴佩茨 被人称为九头身美女的吴佩茨 出道后并不想在娱乐圈 干出一番大事业 而是卯足了劲 想要嫁入豪门 2008年 吴佩茨与马来西亚 其父商交往 四年后分手 2013年 35岁的吴佩茨透露 自己怀孕四个月 男友是香港富豪季小波 2014年 吴佩茨在香港 剖腹生下大女儿小蕊蕊 却仍然没有被娶进门 王思聪公然调侃她 加油 单亲妈妈 第二年 她又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超音波照片 说自己已经怀二胎 2015年生了二胎 是个儿子 本以为儿女双全 她会得到一个名分 结果依然不能如愿 2016年2月23日 吴佩茨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张照片 称我骄傲的婆婆 列出了婆婆的公司 称赞婆婆很厉害 却被网友拆穿 说她这么久都没有名分 还遭到网友吐槽 你结婚了吗 最多喊人家阿姨吧 2017年 吴佩茨生下三胎儿子 在2020年 42岁的她 又在香港生下一个小女儿 五年四个孩子 但是两人到现在 还是没有结婚 季晓波也频频被爆出财务问题 还陷入出鬼绯闻 对此 吴佩茨尽管无名无分 却还是选择追随她 可是 嫁入豪门真的有这么好吗 金钱和名利 得到的有多容易 失去的就有多快速 而且 豪门一旦出现变故 必然是大事 有可能头破血流挤进去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打拼 气鼠当年一心想嫁入豪门的女明星 个个都是顶级美女 但是 大多都没能如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